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李先生 其实呢 现在看得出来 我觉得有几个特征已经看出来了 现在当美中两国贸易谈判无果的时候 美国的所有贸易代表们 参加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人们都晋升了 他们也不再接受媒体访问了 也不再谈了 甚至包括我们总统内阁的其他人都必谈美中贸易 显然我们总统可能对这个结果是极其不满意的 相反 中国的主要谈判代表刘鹤刚刚从美国回到北京 大概是第二天吧 就陪同习近平到江西去视察 他是一个管经贸谈判的 习近平江西视察是一个政治任务 红军长征 让刘鹤作陪 就是一个姿态 我支持刘鹤 这两下一笔 大家就发现 再往下谈 真像您说的 真的 美国按照自己的愿望谈下去 确实有困难 显然 而且不仅仅他这样 我看到前不久 中国的政协主席汪洋在接见台湾客人的时候 也公开谈到了大陆现在对美国贸易谈判的一些基本主张 和刘鹤在美国讲的话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有人传什么美中贸易战对习近平怎么不有利怎么样 现在看来 中国最高领导层是一个什么 可是美国到现在我们总统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好像我们总统没拿出别的了 就说了一句 我六月份集团你之后 我要给三千亿加税 引发了全体美国 大多数美国企业的反对 你怎么看 这个东西 其实谈判者 你后面有没有你的老板支持 还是蛮重要的 其实我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我从中美贸易战所谓一谈或者是一打起来 我个人的认为啊 这不是中美贸易战 这是中美贸易赌啊 赌 川普他是一个投机 我愿意用投机这两字 不夸张 来信用川普 他是希望用一个近乎恫吓式或者是恐吓式的一个现状 去在短期之内像秃鹰一样 秃鹰啊 去攫取他要的这个利益 然后作为他在2020年去竞选的时候 可以加以宣扬的成绩单 这是他整个赌盘最重要的一个轴心 那是不是真的要解决美中 这么几十年来的贸易上的逆差 或者是以前的总统多么无能 我想那些都是一个说法 而真正的一个关键 就是他把时间都算好了 甚至在他选举的前半年或者是前十个月 他拿到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然后他可以加以的吹嘘 你看我的这种所谓恐吓的方式 能够在经济上得到他的一个成果 所以这是川普的赌局 那在中国方面我觉得中国看穿了这个赌局 你要坏我就慢 你要缓 你要急我就缓 那你要这个速战速决 我就这个慢慢的拖延 也就是中国现在他所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 不计现在经济上任何的损失任何的成果 那当我把整个中美贸易战提高到一个主权的一个地位的时候 主权让与不让 主权可以妥协不可妥协的这个前提之下 所有个人的利益通通都微不足道 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主权让与不让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中国而言他可以在主权的问题上做出任何一个牺牲 都是在以主权为重 那个都是值得下去做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当然中国他就立于一个不败之地 因为我是不可能让在我的主权上 而且我把你美国的要求放在主权的这样一个要求上 所以你看中国他是在他是赌在一个场上 那川普是赌在一个短上 那你用赌局来看你觉得现在谁是赌赢的呢 我觉得川普也就是美国这一方面 他有点叫赌极了 也就是我这个牌啊 这个步骤没有按照我的步骤再走 而且极有可能走错一步棋啊 下面的棋全都乱掉了 而在中国方面你可以发现 他发现我好像在赌这个长局赌赢了 那个赌赢是说我的对手开始紧张了 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呢 我觉得从现在媒体上互相放出来的风声 好像慢慢已经把这个中美贸易战 变成中美贸易赌的味道 未来越来越严重了 有道理 而且当然了 除了中国在这个主权问题上 让无可让之外 它凝聚了这个一个共识之外 其实从经济上 前不久中国国家统计局有一个 对前五个月的经济有一个新的公告 我我也说实话 这个数字呢 我也有点吃惊 中国五月份前五个月贸易不仅仅没有下降 还增加了1% 当然对美国的贸易是下降了4.12% 可是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增加了6.1% 也就是说已经摆明告诉你美国 我对你减少 我从别的地方一样可以找回来 换句话来我overroll 我的贸易量还是在增加 而是从经济总量来看 过去大家都说 最少影响中国1.2-1.4个百分点 No 这一次五月份的GDP公布出来以后 是有略有稍微的降低 几乎可以忽略不定的降低 但是大家特别发现在 GDP的组成当中 消费明显提高了 只是工业产值有所垫低 而且现在看来 根据周边情况看 没有任何一家大型工厂回到美国来投资 确实在越南 泰国 印度 投资在过去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是有所增加的 就是说未来想要在中国继续生产的人 跑到那里去了 也就是说从目前损失来看 两年近一年多的贸易战来看 中国不仅挺住了 好像损失不太大 就给中国领导人继续和你打长期持久战 有了信心了 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数字公布出来以后 很多的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 是有一点点的吃惊的 你怎么看 其实你看 人民币一直都在往下跌 对 那其实你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已经超过10%了 税率往上走 可是人民币往下跌 这两个一消一涨 一消一息 这个消涨之间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它所造成的损失 是可以被降低的 没错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 它一直在放银根 扩大这个货币的一个供需量 也就是因为我们常在讲这个 中国毕竟它在整个调控上 它是比较容易做一个掌控 那可以做一个全盘式的一个调整 而美国呢 我觉得美国在这一块的反应 那就比中国所谓速度慢了许多 所以我觉得对中国而言 它的损失是有 不要说是有限的 至少在现在还看不出来 那长久之后会不会看得出来 那如果这场仗真的打得 真的打得长的话 对中国的这个伤害有多大 我想这也是蛮值得 我们去观察的 但肯定的是 当中国能够在这么自主的调控之下 美国必须靠市场的机制 去做调整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在美国的市场机制的调整上 它所产生的伤害是最快的 当然 因为市场自然而然 很敏感嘛 商人很敏感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必须要降 必须要把利息给降下来 这个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你在不降利息 面对中国它提供这个货币的流通量 面对中国它把人民币的汇率 一直在往下拉低的时候 那美国没有办法做出 这样的一个调控 那在市场上 就一定会看到这个萧条的存在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中国可以我们讲耐得住伤害 但美国啊 美国经得起这些风吹草动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中美贸易战 现在没有真的做一个真正的解决的话 美国很快就要面临好几个泡沫 好几个bubble的一个存在 股票现在的bubble真的是有够大 当然啦 房地产的bubble也很大 是啊 还有一个最大的bubble 就是川普的bubble 川普的那个泡沫啊 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那个泡沫 是不是也会随之破灭呢 那2020会不会是一个泡沫的一年呢 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拭目以待吧 起码我们总统看来 现在目前好日子不多了 因为他发现原来的看不上 只有你民主党二十几个人 你们选不出一个像样的 可是现在一个拜登在全国范围内 我看到最新的民调 拜登在全国范围内 他是大概支持率有50% 而我们总统只有43% 换句话来说 我们总统的基本盘还在 但是似乎 在民主党还没有推出候选之前 他依然无法赢得拜登 尽管大家可能对2020年 如果是拜登跟川普 大家甚至有点嘲笑的说 美国两个老人的这个总统竞选 都是70多岁 让大家觉得有点不胜唏嘘 不管这个了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回到贸易战 其实现在美国过去很支持 川普的这些企业 甚至包括共和党里面的一些精英们 现在开始都开始有点犹豫了 因为看到中国的数字 中国并没有被你打垮 你搞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的2500亿也加了 25%也加了 这个你这个声势也造了 中国确实有些企业也外移了 好像似乎对中国经济 没有造成严重的冲击 更不要说致命的冲击了 所以五月份的数据一公布出来 大家发现说 哎呦 我们总统的判断似乎有问题 赌输 对 说白了就是 你很有可能会赌输了 但是问题是这样 其实中国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有点多多不让 因为中国更在意的 还是中美的全面的关系 你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 会不会随着贸易谈判 双方做必要的让步 还是能够保持下去的 这点也是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中美贸易战像那个潘朵拉的盒子 他已经掀开了一个叫做中美不免对抗 不要讲中美不免一战 上已经战了叫贸易战 中美因为美国 其实事实上在这世界上 老大最怕的是老二 所以是取代你吗 这是放之千古不变的一个道理 因为这个美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龙头 他最担心他最害怕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崛起 那以前这样的一个恐惧 一直都压在一个所谓压在一个冰山的一个下面 没有被拉出来 没有去被认真的一个讨论 可是中美贸易战你可以发现 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样的一个说法 甚至这样的一个阴霾 已经盛销成上 已经在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 也就是中美之间的那个对立 已经不是昔日的这个所谓 这个美国是一个世界上的群雄 那中国是一个正在努力往上爬 而是现在它的一个角色是两个国家 似乎是叫做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味道 那你面对一个平起平坐只有两种身份 一个是伙伴一个是对手 那当然对手下来就是敌人了 那到底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呢 我觉得中美的关系在很多地方是已经回不去了 它像单行道一样 当你把这个关系说僵了说开了说明白的时候 把这个担忧放在台面上的时候 中美之间的那种和那样的一个角色 已经不可能再过去美国卖中国1300亿 中国卖美国5000亿 那个已经没有了 那已经不是以前的 而是现在一个平起平坐的角色之下 中美会发展出一个什么样新的关系出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据说的太好了 确实这有待一观察 这场贸易战不仅是潘多拉的盒子 恐怕危机危机嘛 既有危也有机 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 也许中美会创造出一个新的两国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